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为什么 能给我来支烟吗 接个活 大概一个多月前 浦江商会的师爷 问了我两件事 一是有关南京路的消息 我们青银帮是如何得知的 二 就是是否追查过山鸡的来路 我都告诉他了 三天前 浦江商会的于其阳来看过我 他告诉我 如果有一天你来找我 让我把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 我答应他了 为什么 这个问题 我可以先回答你 下周 我就要上脚架了 我不想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更不想放过黄佩玉 哈佩玉 全上海滩最傻的就是你了 你老婆的死和青银帮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黄佩玉 借刀杀人 栽赃嫁祸 一箭双雕 你告诉我于其阳说的都是真的吗 有一次在酒楼 阿沙偷听到黄佩玉和别人闲聊 说到南京路的价值 阿沙这个傻瓜 得此消息如获至宝啊 他是一个赌徒 所以一定要赌一赌 没想到吧 这个消息居然就是黄佩玉放出来的 你是个聪明人 你一定知道黄佩玉 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放给阿沙 山姬这个人 原本来自山东邦 这山东邦跟黄佩玉的渊源就更深了 之后我派人到山东邦打探消息 黄佩玉的身边有一个新妇 叫阿九 事发之前的一个月 他到山东邦去找过山姬 现在你知道你老婆为什么惨死在青阴邦了吧 你为什么不把真相都说出来 你为什么不告诉薰不方 谁会相信我 黄佩玉这个人心思缜密 手段毒辣 除了阿九 知道点蛛丝马迹的人 事后全都死了 如果不是于其阳找到你 及时讲出来 你会信吗 我混了一辈子 上过战场 混过帮派 我自认我不是个好人 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黄佩玉这样的鹰狠 毒辣之人 这种人还真是少见呢 不过你放心 会有人收拾他的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希望你能为你老婆报仇 也能为我报仇 你什么时候在上海有这么好的地方 我的秘密还有很多呢 你一向就是个很神秘的人 玩什么花样 你说吧 我说了 有份礼物要送给你 我出手南京路的全部所得 一共是三十万美金 我想把剩下的都带回到美国养老 我的天哪 可是我改变了主意 准备把这些钱送给你 天下没有便宜的午餐 真是 你需要做什么 对你而言 这非常简单 我并不相信 凯西 我知道你一直梦想在福吉尼亚买一个庄园 这笔钱绰绰有余 李姐 你去帮我叫辆车 我要出去一趟 你想好了 真的要去见他 对 我要去见黄佩玉 去吧 阿琪 李姐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先出去一下 好 九哥 九哥 皇爷 哈同已经离开上海 嗯 我一会儿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 我马上就得走 我要说的话也很重要 关于我们之间的事 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小月贵 是黄培玉杀了长野 是黄培玉 当年是黄培玉杀了长野 黄培玉为了报杀父之仇杀害长野 新娘是她的人 卫星手枪是她请人造的 一切都是她预谋的 她当年回来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长野 一切都是黄培玉杀了长野 一切都是黄培玉杀了长野 一切都是黄培玉杀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请 皇爷 已经是二点了 跟阿九联系好了 九点过去 另外阿九问 要不要来接你 要不要宵夜 不用了 阿九说 黄爷开完股东大会 回办公室 他在那儿等你 知道了 你去帮我叫辆车 然后跟阿九说 我马上就过去 好 那我去跟阿九说了 理解 梳妆台的抽屉里 有这个月如一般的分红 你别忘了分给大家 没事就走吧 好 长夜 输给了你爱的女人 我来说 那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太爱 是不是 我来说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我一个晚上没睡 你昨天晚上没有去见黄佩玉吧 是因为阿琪 李姐 打电话去浦江商会 说我今天下席以后 会去见黄爷 请阿琪安排一下 朕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皇爷 岳桂小姐来了 请她进来 是 岳桂小姐 请 皇爷 坐吧 请坐 谢谢 昨天晚上对不起 二九刚买的还热点 你终究还是拒绝了 你能替我把这个戒指戴上吗 你 终身大事 考虑两日 不算是太过分吧 我欣赏你 与无数的全色交易 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的婚姻相比 我想 我还是幸运的 你愿意娶我吗 我那就解释一下 好 好 谢谢 你 你 那 我 谢谢 明天晚上一块吃饭 然后约上记者向媒体发布消息 好 请 小心点 回见 站住 怎么回事 你们干什么 对不起 我们是租建寻谱房的 怀疑你私运烟图 下来检查 我想你们是搞错了吧 回去告诉黄培玉 如果想要她的女人没事 乖乖在她家里等电话 听见没有 但我听见到短第 她正良 Deus 已经更受目的 我们有忍耐 我去 我去 她 黄爷 怎么了 李姐 月桂小姐又没有回来 小月桂 小月桂不是和您吃晚餐去了吗 黄爷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月桂怎么好端端的会被绑架了呢 黄爷 您快想办法救救小月桂啊 月桂小姐不会有事的 我明明有得罪什么人呢 绑架的人说是寻仆房的人 寻仆房 这是从何说起啊 黄爷 您快想办法呀 您快想办法呀 黄爷 黄爷 明明背贴口罢了是寻仆房的 etwas的 您是肯定者 您贴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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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贴定者 您贴定者 你贴定者 说话 臭婊子 快说话 说话呀 混蛋 我饶不了他们 我饶不了他们 我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杀死 小月贵就没有人绑架了 你对自己有什么看法 小月贵 小月贵 回来了 有什么消息吗 昨天晚上才发生的事情 报纸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早上所有的报纸 小老板的事全是同兰大标题 小月贵昨晚被绑架的时间是十点钟 我们赶到康党脱落是十点半 报纸就是插上翅膀 也不可能把消息发出去 除非从印报机上拉下排好的版面 挖空填补 不对啊 这些版面排得很好 不像是挖空填补 看来记者比我们知道的消息还早 皇爷 这事有点蹊跷 怎么讲 一般绑架为了求财 消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可是小老板这事 小月贵这件事 帮匪的意图很明确 第一 把消息透露给报纸 第二 把租借的寻谱房牵设进来 看来他们是有意想把这件事情给做大 皇爷 这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皇爷 那我们怎么办 等 等待他们跟我们谈条件 慢走啊 下次再来啊 好好好 哎 这个小月贵 好像是浦江商会的老龙头 常立雄要娶的那个女人 哎呦 当年常业就是为了要娶她呀 死在婚礼上哎 哎 红颜祸水 红颜祸水啊 谁说不是呢 哎 你不想要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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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娶她 皇爷 讲 兄弟们都查证过了 几家报纸说 昨天晚上11点左右 有一个男人打电话来 详细说明了绑架情况 而照片是他们在新乡里发现的 看来绑匪计划得很周密 还有 所有的报社都希望今天能采访您 你告诉他们 我会起草一份声明 表明我的态度 除此之外 一切情况都无可分告 另外 警告他们 不要在浦江商会和康脑脱路骚扰 是 皇爷 虞哥和师爷都询问贾老板的事 浦江商会的事 请师爷和于启阳照常进行 小又贵的事 我来处理 好 皇爷 你在这还待多久 直到以绑匪通上花 我想 这个 应该快了 造硝子 他都不敢 老板 浩江商 得刚好 别清楚 晚上 光 张 ce 烹 半 令紳 皇爷 是他们 我是黄培玉 我是哈统 真没想到原来是你 你是主谋 是我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哈统 你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 我不妨提醒你一下 冯培玉 你才是杀害我妻子的真凶 你在说什么呢 不必做戏了 哈统 且不说 长久以来 你跟我们浦江商会的良好合作 就算你跟长叶跟我 也是交往深厚的朋友 作为男人 我珍惜这份感情 黄培玉 你不要打甘情牌了 为了套住南京路 着实费了不少心思 简直可以说是丧尽天亮 但是你们中国人常讲 只能够不住火 总有一天天道会收拾你 我希望你能理智一些 一定是有人在挑拨你跟我的关系 利用你来对付我 你要想清楚 用自己的脑子想清楚 你知道 你这个人失败在那里吗 就是你对你自己的智力 太过于自信 好 我也不劝你 你要怎样 面对面的谈判 谈判? 是 只有你跟我两个人 谈什么 我要了解你做局 杀害我妻子的整个过程 包括一切细节 然后呢? 然后我们要签署一份详细的声明 声明内容包括你如何为了南京路 杀害两个无辜的声明 你要签字 盖章 最后 最后 我会把这份声明公布给媒体 给整个上海 让所有的人 都有权 知道事情 完成这个谈判 我把你的女人还给你 顺便提醒一下 萧有贵在我手里 她可以好 也可以不好 完全看你的态度 阿童 你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 我黄佩玉 从不接受任何要求 第二 我黄佩玉 从不会为了一个女人 接受任何要求 第三 我黄佩玉 更不会为了一个叫小月贵的女人 接受任何要求 坦白地说 她不过是一个戏子 不是我老婆 我怎么会为她做出如此重大的牺牲呢 那我们走着瞧 小月贵你随便出去 但是如果我是你 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我会放了她 然后平平安安地回美国 也许我会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假如再迟一点 恐怕我就没有这么好的心情 不管你是私票还是放人 我黄佩玉可以发誓 你活着 走不出上海滩 我们走着瞧 好 好 蹭 这 就是 皇爷, 上会面前有大量的戏迷在闹事 知道了 皇爷, 宣布房的开启线上来了 请他进来 咖啡还是威士忌 外面的事情你都看到了 你给上海滩带来什么样的局面 这可是好酒啊 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你以为只有你这里有小约会的戏迷吗 我跟你讲 从早上八点起 小约会的戏迷就开始在各领事馆 巡谱房市围游行 整个上海滩交通都堵死了 来, 坐 混蛋就是一个戏子 怎么会把上海搞得像地震一样 小约会不是一个普通的戏子 你还知道 你到底要搞什么 她是你的女人 你不闻不问 最终 浦江山会 难道不会颜面扫地 还不至于 黄慧玉 我跟你讲 这件事不仅关系到你 还关系着我上海巡谱房 我从昨天早上起 就在跟领事开会 巡谱房 跟小约会的案件 是没什么关系的 上头很不高兴 你是聪明人 我也就不多说了 那么凯西先生 需要我做什么呢 我不管你们的私人关系 我要知道 你如何处理此事 这是在公共租界发生的绑架案 绑匪自然得由凯西先生的手下来处理 但是 作为凯西先生的长期合作伙伴 我很乐意从旁协助 如何协助 我还没有想好 好 没想好 我告诉你 请私交 第一 现在不是跟绑匪 争面子争高低的时候 关键是在很快的时间里 解决所有的问题 是 第二 如果他们跟你谈 你就谈 我们寻谱房 会在人力物力上 大力支持你 谢谢 我给你个期限 一个星期 解决所有问题 如何 那你只能祝我好运了 有最后 稍到孕今晚八点 没有得到西商 cinco 没有得到小老闆和哈同和任何消息 我们的内线怎么说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azon 看来哈同买来的并不是本地的大手 奇怪 是谁把消息谢了给哈同的 这并不重要 皇爷 您手太软 早知如此 当初就不应该放哈同回美国 一不做二不休 做了他 现在也不晚 现成的机会还不落把柄 你对小玉贵的事有什么看法 有点怪 居然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 看来主魔的不光是哈同一个人 在他身边很可能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帮他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 只要他们不动小玉贵 我们就继续追查下去 他们不敢 你听着 今晚你就命令你的手下 去搜查那个车夫记下车牌的汽车 一天之内必须要找到线索 上海滩的汽车是有数的 你给我听清楚 必须要找到车主 这很重要 是 另外 报纸那边 我明白 找跳得最高的 杀机尽喉 阿久啊 你成熟了 谢谢皇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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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倒是觉得 黄培玉是在 利用心理战争取时间 怎么讲 从黄培玉的性格而言 她可算是谨小甚微 丝毫不肯吃亏的 一方面 她对小玉贵有感情 所以很可能 她正在调动各方面的力量 在寻找哈同及小玉贵的下落 另一方面 黄培玉 判断哈同 不忍心向小玉贵下手 所以她故意 不在乎小玉贵的死活 与哈同打心理战 争取时间 来想办法 营救小玉贵 黄培玉和我谈过 我低估了她 我们浦江商会 在上海滩找一个人 不是男士 如果时间长了 他们肯定会找到这里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不然计划很可能 要流产 这样我们都会暴露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方法 逼黄培玉和哈同见面 你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切下我的手指头 递给黄培玉 没有 我们没有到这个地步 给我 你疯了 少一个手指头 你怎么上台演出啊 师爷说得对 黄培玉非常狡诈 咱们不能给她留时间了 为了长夜我愿意的 不行 放手 小雨贵 小雨贵 为了我的夫人 为了我的朋友 昌丽兄 我感谢你做出的决定 我们应该还有办法 你的意思是利用凯西 是的 看来这是唯一的办法 怎么样 小雨贵的戏迷闹事 凯西给我施加压力 勒令我们早日解决问题 听阿旧说 是哈同 是 哈同跟我们的关系 一直稳妥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小雨贵 你打算 很有意思的事情 哈同是个难得一见的聪明对手 哦 他一手绑架了小雨贵 要挟我 一手又把消息给了报社 用上海的舆论 和浦江商会的诚信 来逼迫我 令我腹背受敌 他成功了 要是换了别人的话 他也许成功了 可是 我是黄培玉 小月贵 你打算怎么办 不着急 嗯 够稳 师爷 我们去老顺茶楼 泡壶好茶 怎么样 好啊 皇爷 我不得不佩服你 事到如今 还能沉着冷静 少全公曾言 极是缓拌 老朽 佩服他五体头地 不过皇爷 属老朽直言 你是走了一步险棋 怎么讲 皇爷如此沉稳 必然考虑两个方面 第一 哈同 定有所图 没有达到此目的 他不敢对小月贵怎么样 第二 我们可以打一个时间差 尽快把小月贵 营救出来 有什么问题吗 有 师爷是担心 哈同狗急跳墙 对 对啊 哈同他不敢 他这个人 不坏 人心 难测呀 事到如今 赌也要赌 我就不相信 这一局 哈同意 哈同意